幾百年前他們是扮演多重的角色 他講了一句話他主要就是說 伎量 他說 What is there that that is not poison All things are poison and nothing is without poison 他要來講那個繞口令一樣 每樣東西都有毒 他們只有伎量 Sorry the dose he told me that things are not poison 就是伎量才會決定毒性 這裡舉幾個例子 就是我們看到這一張表 這張表呢 上面我們會 一般我們常會聽到 有一個叫LD50的值 這個值是一個叫半智死伎量 半智死伎量就是說 今天如果我拿100隻老鼠 我餵他吃一個濃度 吃到某一個濃度之後 100隻老鼠的50隻會掛掉 兩個禮拜對 兩個幾個14天 餵他吃一次 然後14天後我看看 在某個劑量會讓一半的老鼠 掛掉的狀況 我們就叫他那個劑量 叫LD50 就半智死劑量 那麼把一些常見的毒物的半智死劑量 可能會有人會把它計算出來 當然這些毒物的半智死劑量 則是對動物而言 通常是老鼠小鼠或大鼠 那麼可以看到 肉毒感菌 它的非半智死劑量 如果數字越大 表示他毒性越低 因為你要餵他吃很多 要吃到這樣1萬毫克 10克的情況下 才會讓老鼠躺平 一半的老鼠躺平的濃度 所以數字越小 表示他毒性就越高 那從這裡可以看到 我們一般講病話 那就是我們平常在做菜用的鹽巴 這個鹽巴的數字是4000 這個乙醇是酒精 雖然我們全酒精是穿腸毒藥 但是真的拿酒精跟鹽巴來餵老鼠的話 其實鹽巴比較毒 有鹽巴的劑量 老鼠比較受不了 那麼之前也是有一個新聞案例 也是有人會對於在小孩奶粉裡面 偷偷加一些鹽巴 那麼可見鹽巴雖然是 他有他的毒性 只要他劑量超過 那麼在這裡的話 當然最毒的一般 我們認為肉毒感 俱毒是天然的環境中 數一數二毒 這就是我們平常會打到 會有時候想要去那個 打一下在臉上 調整一下 皺紋的這個毒素 當然他毒性很高 但目前我們現在常用的 我還沒有去試過啦 可是可能將來某一切都想要去打打看 那種毒感激的毒素 就是說他 他現在我們在使用的都經過 因為他是種蛋白質 所以他有基因 那他的基因都是被改良過的 因此打進去呢 會得到某一部分的效果 而不會有致死的可能性很低 但是這當然也要看 是去用什麼樣的廠牌 用什麼樣的廠家 所以這個也是要找有保障的 因為如果他沒有 苦善的處理 他的毒性是非常的高 那像戴耀辛跟 肉毒改菌毒素比起來 其實他的毒性又高 又少了一百倍 那麼河豚毒素 聽起來可能在飲食中 我們比較可能在處理這個 有人也會想拼死吃河豚的 也常聽說 雖然我不知道他到底多好吃 但河豚毒素的話 比起肉毒改菌或戴耀辛 他的毒性又是算小無間大無 那麼這張表紙告訴大家 其實劑量 即使是鹽巴或是酒精 那麼劑量決定一個物體的毒性 或是一個糖糖毒性 那麼就水 其實水喝多也是會中毒的 水喝多 雖然說沒事多喝水 多喝水沒事 但不能喝太多 所以在這個一般的情況下 水分、鹽分都要適當的控制 這只是一個劑量的觀念 比如說披霜 披霜是披霜清起來蠻毒的 感覺上好像歷史故事 或是一些小說 包法律夫人啊 或是覺得那個什麼 有些黃帝也是被 感覺上被披霜毒死的 披霜是什麼 披霜事實上 它是三氧化二生 就一個化學物質而已 它是很簡單 它是個生 就是如果你要說的話 它也可能類似像生中毒 其實披霜在中醫裡面 它是有一些療效 它有一些主治的療效 那麼 香港大學醫學院 他最近也是發現 披霜當他劑量用得很適當 很小的時候 披霜是可以治療血癌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癌症 它可以殺死癌細胞 在某些情況下 當劑量適合的時候 那我這邊舉的例子 只是告訴大家說 當一個毒物 毒物它的毒性 取決於劑量 所以當大家報道說 什麼樣的麵包裡有什麼樣毒 或是泡麵裡有什麼樣毒性 所以要稍微思考看看 我們每日吐露的量很高低 跟 有時候 就像縮畫劑 縮畫劑可能大家覺得很 是很負面的 這也沒錯啊 縮畫劑是蠻負面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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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